歷代至上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,促使大卫统计以色列的人口,大卫对约压和军队的指挥官说:"你们要在全以色列中从南部的别士巴直到北部的旦去统计人口,然后给我带回一份报告,好让我知道人数有多少。 但约压说:"愿上主使他子民的数目增长百倍,我主我王,你为什么要这样做?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?你为什么一定要使以色列犯罪呢?" 然而王坚持要他们去统计人口,约压只好走遍全以色列去数点人数,然后回到耶路撒冷,向大卫报告民众的数目。 全以色列能持到的战士有110万,犹大有47万。但约压没有把利美和变纳敏之派统计在内,因为他对王要他所做的事非常反感。 上帝狠不起悦这次人口统计,便为此惩罚以色列。大卫对上帝说:"我这次统计人口犯了大罪,做了愚蠢的事,求你赦免我的罪。 上主就对大卫的先见加得说话,太力信息是这样的。你去告诉大卫,上主这样说:"我给你三个选择。你从这些惩罚中选一个让我惩罚你。 于是加得前来对大卫说:"上主给你这几个选择。你可以选择三年饥荒,或被敌人的刀剑杀落三个月,或者让上主的天使在以色列全地施行毁灭,爆发三天大瘟疫。 你要决定我该怎样答复那差我来的上主。 大卫对加得说:"我陷入绝境了,愿我落在上主的手中,因为他大有怜悯,不要让我落在人的手中。 于是上主降瘟疫吸以色列,结果死了七万人。上帝派天使去毁灭耶路撒冷。 但就在天使准备毁这城市,上主回心转移,对死亡天使说:"住手吧,够了。 那时上主的天使正站在耶布斯人阿努纳的打谷墙旁边。 大卫抬头看见上主的天使站在天地之间,拔出刀来,指向耶路撒冷。 大卫和以色列众领袖就披上粗麻布,表示他们极心的哀痛苦服在地上。 大卫对上帝说:"是我要求统计人口的,是我犯了罪,做错了。但这些人就着绵羊一样无辜,他们做了什么呢? 上主我的上帝,愿你的愤怒落在我和我家人身上,请不要消灭你的子民。 上主的天使吩咐加德指示大卫要上耶布斯人阿努纳的打谷墙去,为上主捉一座祭坛。 大卫就上去,照着上主通过加德给他的命令做了。 那时阿努纳正忙着打墨子,他转身看见天使在那里,就跟和他一起的四个儿子一同跑开,躲藏起来。 阿努纳看见大卫向他走来,就离开打谷墙,上前苦服在地上,向大卫下拜。 大卫对阿努纳说:"让我用筑架从你手上买下这个打谷墙吧,我要在那里为上主捉一座祭坛,好使他止住瘟疫。 阿努纳对大卫说:"我主我王,你喜欢就尽管拿去吧。 我要把牛给你作梵祭,给你打谷的木板作柴,在祭坛上生火。 还要给你墨子作素祭,这一切我都送给你。 但大卫对阿努纳说:"不,我一定要用筑架将它买下来。 我不会拿你的东西献给上主,我献凡祭,不能不负,任何代价。 大卫就为打谷墙,附给阿努纳,六百块金纸。 大卫在那里为上主捉了一座祭坛,并献上凡祭和平安祭。 大卫祈祷时,上主就应允他祷告,从天上降下火焰,消尽了祭坛上的祭物。 上主吩咐天使,他就收刀入朝料。 大卫见上主应允他祷告,就在阿努纳的打谷墙上献祭, 末世在旷野建造的上主的圣幕和凡祭坛,那时都在欺骗、敬拜的地方。 但大卫不敢去懒惰求问上帝,因为他懼怕上主的天使拔出的刀。 第22章 大卫说:"这章是上主上帝的圣殿所在之处,是以色列献凡祭的祭坛所在之处。 大卫下令召集住在以色列的外来人,指派他们为兴建上帝的圣殿预备作好的石头。 大卫预备了大量的铁,用来制造门线所需的铁钉和接合用的甲纸。 由预备了多得无法庆量的铜。 他还预备了无数香柏木,因为推罗和西顿人给大卫带来了大量香柏木。 大卫说:"我儿子所罗门年纪还轻,缺乏经验,为上主建造的圣殿必须宏伟壮观,使他的名声和荣耀能传遍天下,因此我现在就要开始为这殿作准备。 于是大卫在有生之年,收集了大量建筑材料。 大卫叫来他的儿子所罗门,吩咐他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建造圣殿。 大卫对他说:"我儿子,我本想建一座圣殿来尊崇上主我上帝的名。 但上主对我说:"你打了许多仗,杀了许多人,你不会是哪个建造圣殿来尊崇我名的人,因为你在我眼前曾使许多人流血。 但你会有一个安享太平的儿子,我要使他跟周围国家的敌人和平共处。 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,他执政期间,我要刺激以色列和平与安宁。 他将是哪个建造圣殿来尊崇我名的人,他要作我的儿子,我要作他的父亲,我要使他国度的皇位稳固,永远统治以色列。 我儿,愿上主与你同在,使你遵照他的指示建造上主你上帝的圣殿时,可以亨通。 愿上主赐你智慧、聪明,使你治理以色列的时候遵守上主你上帝的律法。 你如果紧守上主席摩西刺及以色列的法令和规条,就必会成功。 你要刚强、勇敢,不要拒怕,也不要灰心。 我恩勤地为建造上主的圣殿预备材料,三千四百公吨金子,三万四千公吨银子, 还有多得无法称量的铁和铜。 我还为电墙收窄了木材和石料,你可能还要增添些材料, 你有许多熟年的石杖和木杖,各种各样的工杖, 还有首艺精湛的金杖、银杖、铜杖和铁杖。 现在就动工吧,愿上主与你同在。 大卫又吩咐以色列众领袖要在这项工程上帮助所落门。 他宣告说,上主你们的上帝与你们同在,使你们跟周围的国家和平共处。 他已经把这些国家交给我,他们也已经臣服于上主和他的子民。 现在你们要全心全意尋求上主你们的上帝,建造上主上帝的圣所。 那么你们就可以把上主的约柜,我上帝的神圣器名放进圣殿里。 这殿是为了尊崇上主的名而建造的。